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桃酥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中式甜点 我们今天就把它的配方改改良 我今天做了一款山药玉米桃酥 口感酥软香甜,非常好吃 准备一段山药,清洗干净,去皮 切成小段以后,放入盘中 隔水蒸熟 蒸熟的山药,倒去多余的水分 放入碗中,倒成泥 压得越稀越好 山药泥大约有70克 打入一颗小一些的鸡蛋 加入60克的零卡糖,或是白砂糖 这是100克的玉米油 搅匀 一直搅到这样,完全乳汗的状态 再加入山药泥,搅拌均匀 再加入180克的普通面粉 50克的玉米粉 2克的小苏打 把所有的材料充分地搅拌均匀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手 这样把它翻拌均匀 一定不要揉,避免起筋 再加入适量的核桃碎 这样吃起来就会更香 最后调好了以后,是有一些柔软的面团 然后直接揪下来一块 把它团圆 再沾上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 把做好的生胚都摆放到烤盘中 每个生胚是40克 我一共做了12个桃酥 再用手掌把它压扁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5-10分钟 170度上下火,烤20分钟左右 烤到桃酥上色均匀 就可以出炉了 桃酥一直是中式甜点中 非常受欢迎的一款 我之前也做过几期视频 来介绍它的不同配方 我们今天做的这款山药玉米桃酥 吃起来口感是有一些松软的 也是又甜又香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学会了,就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快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每天都做好吃的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